竹山出身的跆拳道好手张瑞恩、吴婷琦 在今年度杜拜、富吉拉跆拳道公开赛中 成功斩获了67公斤级银牌 以及62公斤级铜牌的好成绩 而在本月底 他们也即将再度巡回各国参与积分赛事 为亚运做准备并争取奥运的门票 还蛮幸运的是也在比赛拿到了银牌 我们大概2月底左右 我们要再飞去加拿大、美国、荷兰 就是一次飞完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拿积分 对 你分数拿高一点 因为我们接下来是在准备亚运 然后这些分数拿高一点的话 你可能亚运的排的那个对战表 你的签可能就比较好一点 对 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奥运的一些积分什么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是要去拿积分 两位选手为了出国参与各场赛事 也都是努力练习 希望更进一步的打出亮眼成绩 这次毕竟只有第三名嘛 就是试抢的时候就已经输了 所以就会觉得说自己怎么差一点 就是连冠牙的边边都没有碰到 所以就会想说回来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出国看到的缺点啊 哪些不足 后来就赶快加比赛 看可不可以就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啊 让自己的积分更多啊 然后排名更好 教练逐渐难对两位选手抱持着相当高的期待 希望他们在赛事中取得好成绩 有望参加奥运 那这两位都是在准备要拼2024年的奥运 现在目前都在国外一直不断的去比赛 挑战积分 那今年的9月份即将会出赛亚运 那我希望说我们2024年可以 把积分拼到世界排名第六 挤进奥运的门票里面 两位竹山之地能够在跆拳道比赛项目 有这样好的成绩表现 仙韵友好也期待他们 能在赛场上持续发光发热 要特别恭喜我们竹山又有两位男投之光 张瑞恩 吴廷奇 他们这两位是跆拳道项目 还在这次的杜拜的锦标赛 拿到了世界的一个荣誉 还分别是拿到了一饮一桶 而目前这两位选手也在积极的培训 他还针对未来的亚运 他还做全力重刺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 我们鼓励我们的这两位亚运 都能够得金牌 那未来来讲能够进军奥运 议长和生锋祝福两位优秀的选手们 面对日后的各场赛事 都能够打出好成绩 进了有机会在亚运及奥运比赛上 为男投线来争取更高的荣耀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道